我们用虚拟机来模拟 EDU 2016的安装 我们开一个虚拟机 把光碟机 选择 印象档 我们用 7月15号的印象档 ISO档来开 确定 启动 加上 启动之后直接按Enter 不需要密码 就可以直接进入 光碟开机的桌面 好进到了桌面 那我们会看到安装EDU 2016的图示 连选两下之后 启动安装 过程 那安装的部分大概只有两个部分比较需要注意的 第1个 在选择语言的部分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边我们会建议把一些第三方软件打勾 更新的部分我们可以留在后面再做 那接下来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电脑的硬碟上面有其他作用系统 它会列出蛮多的选项给你 那如果你需要装一个完整的 干净的 系统 没有其他作用系统 那就请你选择清楚这个 如果你要跟其他 软体并融 就建议你 仔细看清楚这几个选项 比方说这两个是 假设我已经有一个MIT 我还要装这一个EDO2016的 伍邦兔的系统就要选这个 那你可以 不然你就要选其他 其他可以做什么 可以完整去切割你的硬碟 像我这一颗硬碟有这样子 你可以做一些 删除重新分割的一个动作 这个你特别注意 那你也可以返回 那我现在做的最简单是我要装整个系统 所以我只要 选择 清楚并安装 162016 就是 要注意的第1个地方 你装在哪 装在哪里很重要 你选错了 很可能会造成你自己硬碟上的 系统上面的 造成一些问题或者是 把你的系统盖掉 这边要特别注意 第2个是 第2个是 再下来要注意的地方是使用者的 帐号 还有密码 因为第1次安装的时候 他会 请你 这个画面是选择 区域 国别 那我们就选台北 预设就是对 语系 我们是 中文语系 所以我们选汉语 就是这里 你安装的 名称 使用者的名称 和你设定的密码 这一定要特别注意 一般我们是会选这个选项 如果你是上课你可以选择自动登入 避免 造成一些 学生上操作上的一些困扰 一般我们使用建议你要设密码 这样就是 要注意的地方就准备好了 第1个地方是你要安装在哪里 第2个是你安装的使用者的帐号 还有密码 不要安装完你也忘记密码输入的是什么 好经过5到10分钟的 安装 他就帮你系统完成了安装 你可以选择立刻重新启动 这样就完成了EDU2016 安装到硬碟的动作 来吧 不贵 好 不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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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